高原师兄 对不起 你的奖杯是我不小心打碎的 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所以茉莉师姐 才拿了一个旧奖杯顶提一下 对不起 我回来了 干吗呀你们这是 夏朗朗 我们给你发九百九十九条微信了 你为什么不回啊 老实说 什么情况 我手机关静音了 所以我没听见 我们三个在这里等你一晚上了 你最好给我从事找来 对啊 朗朗 你不能扔下一个炸弹就跑啊 这不到的 有这么严重吗 有 茉莉师这么幸福啊 成了够深的啊 没见到秀过恩爱啊 他俩有那么好吗 简直就是神仙眷侣啊 但这件事情你们得保密啊 虽然他们好的时候是同学 但麦老师现在毕竟已经是我们老师了嘛 老麦呀 阿贸 嘉宾到之前 名单一定要再作为席贴好 贴好之后去后台检查一下奖杯 都还封着 看有没有少 喂 那个同学 我吗 对 东西往左边放一点 差不多 行吗 好 嗯 来 朗朗 咱们组都是女生 我不想输给其他组 好 您把这个搬到那个位置 好吧 来 那上面的灯啊 来 你先去 师 师姐 对不起 没事 朗朗 我来想办法 给我 没事 给我 朗朗 别慌 待会儿颁奖的时候 高原也是获奖这职业 轮到他的时候 你把这个送上去 这 这是去年的 高原师兄他看到之后 不会说什么吗 没关系 你就大大方方地送上去就行 其他的我来搞定 拿着 没事 拿着吧 朗朗 你把这边收拾一下 这个碎的 收拾一下 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所有获奖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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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今天这个事情是我的问题 我们也抱歉先了 好 这就也不用这么多决定 这么决定 我决定 我决定 好了 好了 我跟他这种样的恭喜 跟你们一样的关系 我们两个人现在只掌声过什么 高原师兄 师兄 对不起 你的奖杯是我不小心打碎的 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所以茉莉师姐 才拿了一个旧奖杯顶提一下 对不起 一个奖杯而已 我也没太在意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这个奖杯 我肯定花钱自己给你补一个 你就别为那茉莉师姐了 我刚刚好像看到你们两个 因为这件事情在吵架 放心吧 没事的 奖杯我一定给你补上啊